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份调查非常的有趣 谣言疯传 台湾的民众怎么处理呢 有将近一半高达四成五的 台湾民众是不查证 也就是说看了就看了 当然可能很多人就相信 不但相信还会复制一下 一下就转出去了 好我们细部来看一下 网络讯息查证调查显示 有高达将近四成五的民众是怎样 看完就算一般来讲 不会去查证 可能在心里面过一下水就忘了 另外当然也是差不多44.9 他会稍微透过网络上去查证一下 不过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是看到一些比较夸张的 什么死很多人 想说真的假的 这个大概才会去查一下 另外有24.4%的人 他会稍微去跟周边的人 去讨论去情谊一下 还有5.8%的人 大概就像赖老师这样 比较认真的或去查阅书籍 好这个过程当中 有26.8%的民众承认 他会转发那些 无法判定真假的讯息 我觉得这个是最严重的 很有趣 大家很多人都有一些 这个同学群组也好 老师群组也好 同事群组也好 你就会发现里面呢 收到一些这个谣言 可是他的来源 这个人是在公司 可能是高阶主管 可能学历很高 可能各方面都很好 他怎么也会相信呢 我想很多人 各位都会有这个经验 我们稍后来讨论一下 不查证的比率也是高的 而且为什么 而且过了一年之后呢 2018年 34.8%的人不查证 到了2019年的时候 你看到44.9%的人 都不查证 奇怪 不是这个大家 这个老一岁要长一智吗 但是不是耶 这个年纪 在过了一年之后呢 我反而不查证的比例 高达10.1% 整个数字往上标 到底为什么呢 这个盛名你怎么看 我觉得有时候 这个谣言呢 就跟病毒一样 他真的是会透过一个群聚 传送出去 不能去制造谣言 但是很多人是把谣言传出去 但是你去问这些当事人 他都会说 我不知道这是谣言 因为如果是知道是谣言 他当然不会传 为什么就会手滑传出去 这有两件事 一个就是大家的习惯 每个人有一个手机 而且大家都在某些群组当中 通常这个群组里面 就是有一些 可能也是意见领袖 或者有些人 就特别喜欢分享文章 比方说什么心灵鸡汤 我最怕那种文章了 每天就要传一遍 那还有一些呢 他会传一些影片 网路上的影片 他觉得好笑啦 这狗狗在那边玩球啊 这个就还蛮好笑 保健养生 请问哦 你看一个狗狗在玩球 你会不会觉得好好玩啊 好好笑 然后你手一划 就会把他点到另外一个群组 因为感觉无伤大雅嘛 对不对 谁不会去查证说 那是不是变造的 久而久之 他变成一种习惯 什么习惯呢 这个群组里面 你会觉得赖教授传给我的 不会有错 可是赖教授可能是 上一个群组传下来的 然后提醒你 而且各位谣言呢 真的他会四真四假 就像刚刚那一则 各位说那王世坚 那个那一则谣言 实在太瞎 但我问各位 你怎么查证啊 打电话去问王世坚 我们还有能力 打电话问王世坚 一般民众他可能 没办法打电话问王世坚 或找不到他 那他相不相信 也许他会觉得 这有点瞎 但是他会做一个动作 就是可能传给他的朋友说 哎你看看 这真的吗 可是其实呢 我想律师很清楚 传出去这个动作 其实已经触法了 只是很多民众不知道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是我的习惯 因为过去 因为我在报社当主管 就曾经发生过 我的记者拍了一个企业家 跟他女朋友去逛超市 这很普通 他女朋友大海都认识 我们就登了那个照片 登了那个新闻 第二天那个企业家 女朋友马上打给我说 我跟你说你们拍到那个真的不是我 我说明明就是你 他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后来才知道 企业家换了新的女朋友 可是企业家每一个女朋友 长得都一样 我只能说台湾的医美技术 也太是非常出神入化 但你也不能怪这个企业家 你要怪自己嘛 自己没有在这个新闻专业上把关 所以刚刚我要讲说 很多谣言 它是伴随着影片 伴随着照片 那那些照片四真四假 很多是从电影上下载 你不清楚 所以有一个办法是什么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绝对不传 什么心灵鸡汤我也不传 狗狗玩球的我也不传 再好笑我都不传 为什么 不要觉得那个影片 好像无伤 好笑无伤大雅 它也许有版权的问题 也许这个影片是不妥当的 所以基本上传进来的东西 我都不传出去 尽量要这样 尤其是现在是非常时期 所以有关于疫情的 你看看就好 那也不能怪民众还没有办法查证 如果你没有办法查证的话 拜托 那就不要手滑传出去 你至少能做到这个吧 对不对 就让它停在你这里就好 我也跟这个同学群组 这个里面有很多热心人士 真的非常热心 他会传很多保健的讯息给你 很多这个生活中 怎么缝衣服等等给你 那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谣言 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我比较知道这一看就知道是谣言 所以通常我会上去屁一下谣 但是屁谣久了 我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扫兴的人 别人好像都要热心的分享 那你一直跟他们讲你是错的 你是错的 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久而久之 我可能就会慢慢进口了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性 所以韩斌你怎么看待 这个传谣言这件事情 为什么很多高知识分子 也会掉到这个坑里面 你有什么建议给一般的民众 其实消防我们大概都是因为 从事新闻工作出身 我在群主里头常常也在干这种事 就告诉他们说 你这个是错的不要再传 因为真的常常看到有人在传那些 我真的很担心他们到处乱传 他会触法 他会产生很多麻烦 所以我们都会通知人家 但是当然 那个久而久之人家 就可能就比较不会传给你 就是这样子 那我必须说呢 其实说真的 台湾每天有太多太多谣言 也不是只有新冠肺炎的这个事件 台湾每天跟政治事件 一大堆事件 每天都有人在散布一大堆谣言 那我也必须讲 其实大家都没有去想 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如果这么夸张的事情 台湾是一个什么地方 台湾是一个记者 比卖小巴掌的人还多的地方 真的 真的 今天天上如果有颗流星掉下来的话 我觉得杂众记者的几率 觉得比杂众卖肉送的多 因为台湾记者实在太多了 所以呢 在这么多记者都在的情况下 你觉得这么离谱的事情 会没有记者知道吗 会没有新闻报吗 所以 这又不太可能哦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去 随便乱缠这些东西 那刚刚秀芳你提到那个数据 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为什么现在 隔了一年之后 反而查证能变少 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是为什么 你知道 是因为谣言太多了 你没有办法查 你知道吗 你以前一天可能有三个五个 我可能会去查一下 我一天有三十个五十个 我怎么查 我当然不会去查 我就当做算了管他了 就没有 所以我必须说 要面对谣言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像盛梅刚讲的 你所有东西都不要传 根本没有什么好传的 因为我说真的 现在我必须老实讲 现在就算是报纸 或是电视媒体看出来的东西 很多也是假的 所以你去分享 连女朋友都有假的 都有啊 像盛梅刚那个例子 我觉得很奇怪 他都换一样 为什么 他换女朋友干嘛 他换一样 你外了 我敢听 所以 所以我必须讲 就是当你连分享 电视新闻 或是一般媒体 这些正式的媒体 大报啊 大新闻媒体 他的东西 都可能是假的时候 那你 何必给自己找麻烦呢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不要分享 那 我觉得 大家尤其 假设对新冠肺炎的消息 有 有兴趣的话 想要知道真实的状况 我觉得 你如果真的有兴趣 把所有的媒体的新闻 都花时间看一遍 你就知道 因为每一个 你会发觉 每一家媒体报的都不一样 然后情况都不太对 然后来源都一样 对来源都一样 这个就是最奇怪的地方 我甚至还跟我最离谱 同一篇论文 两个博士解释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觉得 大家真的 很多东西看看就好 自己心里有数就好 不要去传 不要去传就不会危 都说谣言止于智者 但是证明这个智者真的不多 所以这个叶律师 你怎么看 当然现在没办法 这个谣言的制造速度 远比辟谣来得快太多了 所以这个法律是最后的一个手段 您觉得法律在这方面辟谣 它的这个速度算是高效吗 您怎么看待这个两岸的 这个辟谣的效力 还有 你有没有一些个人的故事 可以分享 您一向是这个打假勇士 我觉得法律 真的是最后的手段 刚刚盛媒在提到说 分享的本身可能就处罚 的确啊 我们如果看诽谤罪的构成要件 指责或传述主意 毁损他人名誉之事 就构成诽谤 所以你不用自己骂 你传述 分享本身也构成诽谤罪的要件 那我自己的习惯是 我 我其实当然也犯过错嘛 也会分享到谣言 我觉得最可怕的 不是百分之百的谎言 那一看大家知道是假的 那doesn't hurt 那最可怕的是 百分之九十是真的 百分之十是假的 比方说您分享过哪些谣言 我很好奇 律师耶 一下是真的想不出来 我想到的是 之前跟大家网上吵过 比如有人拿一个爱河的照片 说你看爱河现在就这么脏 对 结果后来发现是一年前的照片 因为 对 韩国瑜执政前的 那的确是爱河 那的确是爱河 那你这个就不好找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可怕 那我觉得另外就是 刚刚这个大陆这边有提到说 有谣言粉碎机啦 台湾出了美育仪啦 好我们有事实查核中心 我觉得这个其实另外一个要 注意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尽兴这个事实查核中心 那不如没有事实查核中心 以台湾的状况 台湾的事实查核中心 因为本身有关谷的立场 所以他其实可能反过来 他是代表某 政府的立场在打击这个反对党的 真实的讯息 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判断自己的 判断是非的能力 然后有一些人久了以后 他会失掉自己的credibility 比如说段仪康先生 他说他要吞曲棍球 到现在还没有吞 所以像段仪康先生 在出来爆料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到曲棍球 我觉得大概法律可能是最后的手段 那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如果话 话讲多了 到最后可能他本身的公信力 会受影响 我觉得培养国民 判断是非能力 可能还是来得比较重要 但是我想追问一下 既然有法 大家为什么还想要造谣 这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犯法的成本很低呢 的确罚的不重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有一些人 甚至都 我都怀疑是不是有固定的人 你看有一些民进党的 周边的网站 你都觉得他是有人 在为他们固定的资料 那你坦白说 逼死了一个 我们驻大阪的代表处处长 现在有任何人受到 真正的制裁吗 没有 好那你说卡神 他现在面临的 也不过就是 罚还多少钱的问题而已 好那造谣 其实只要一张嘴 可是你要辟谣 你要说破嘴 好因为你要找很多的资料 来证明说 他讲的是假的 好那你证明的资料里面 只要有一个有瑕疵 就证明你又是假新闻 好所以造谣太容易了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困难 好赖老师你怎么看 在这波疫情当中 之前大家也讨论过 这个造谣的成本太低 说明政府把这个罚则提高 刚刚寒冰讲 现在可以罚三百万 同时还要坐牢 您还有其他建议吗 我觉得 我觉得约律师提了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确实就是法律是最后的防线 但是刚刚有提到了 就是说你这个政府这边 设立一个辟谣中心 可是政府本身 如果再造谣怎么办 刚刚谈到了一个 就是大阪的 这个我们的驻日的代表 这个处长 他本身就是因为被造谣 他的死就是造谣 然后造谣的时候发现 牵扯来牵扯去的时候 好像又跟官方 有直接间接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就使大家都不知道 该相信什么 不过人类确实有 这个分享的一个动机 也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好文章 看到一些好的东西 我们想跟好朋友分享 我觉得这种分享 其实也没有什么错 只不过就在于 分享的内容 确实很难判断 特别是在医学方面的东西 例如说保健 保健它刚刚预议师讲 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讯息 可是最可怕是那百分之十 也就是他不应该用在那里 他故意叫你用在那个地方 可是他一切都看起来 很合逻辑 然后我们的常识中 也是如此 可是医学的逻辑 跟我们生活的逻辑不一样 就好像法学的逻辑 跟我们生活的逻辑 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四四而非的过程中 我们有时候是好心 但是我们却本身 却变成帮凶 也就是我们把它 造谣出去了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要分辨确实很难 那法律是最后防线怎么办呢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考虑到 就是说对个人的伤害 跟对社会的伤害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考虑 这当然要由律师 他们来做最后的判断 就是说是不是应该 不是一个定额 而那个定额 例如说可以再把它 拉大一点 也就是如果他对于 这个社会的伤害太大的话 刑事法应该要把它 喊在里面 我们现在很多都是就财产行 但是自由行这个部分里面 还没有 我觉得如果说对这个 社会的伤害大 自由行应该也要把它 考虑在里面 就是对于他的刑事 的惩罚要考虑到里面 那么对于商业机构的话 我觉得商业机构 应该再把它加重 也就是吊销执照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就会比他有效地 喝止住这些商人 他想借这样的一个 例如说好我举个例子 假设两年前发生的卫生纸的 台湾的卫生纸的造谣 卫生纸的造谣了以后 假设他那一阵 他卖了几千万 结果你给他罚个二十万 他来讲的话 这个造谣应该再多造几次 划算 划算 可是你如果给他掉了造 或是给他 他的不利所得 全部都要没收的话 也就是他造谣所获得的 不利所得 全部都要没收 我觉得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在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也要看法界的任 他们怎么看 同样都是这个瘟疫蔓延 这次新冠肺炎 跟17年前的SARS相比 现在的情势比较复杂 就因为这个网络太发达了 所以这个谣言的传播很容易 那么我想特别请教一下 这个李翰跟曹老师 尤其在大陆 在两岸都一样 这个自媒体很发达 那么两位觉得 在这方面该如何监管跟引导呢 的确我们看到 这个自媒体现在是越来越发达了 而且我发现这个自媒体 他们的方式是跟自己的受众 有更多的互动 比如说后台留言 然后会交换观点等等 就加强了和观众的这种互动性 所以反而会加强 他们之间这种紧密的联系 所以自媒体是各种各样的 我自己觉得整体现在的自媒体 给了大家一个非常丰富的信息 和一种传播的方式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必须适合 第二个是现在我们社会当中 不可缺少的 但是当中出现的那种造谣的 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当然第一个是管理的问题 包括法律的管理的问题 和制度的管理问题 监管的问题 刚才我们也说到 正是因为在互联网的时代 因为海浪的信息 所以受众选择起来是非常难的 为什么会选择关注这些公众号 不关注其他公众号 正是因为公众号本身提供的 知识和情绪 符合受众所需要的信息跟情绪 所以我们看到自媒体本身 其实也是某种信息和情绪的 一个聚合体 所以自媒体人本身的这种 媒体素养和自我约束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要鼓励 甚至我觉得给空间 这个空间是给优质的自媒体 准确的自媒体 而且能够抓住人心的自媒体 去挤压那些乱七八糟的空间 甚至用法律手段去打击 这样的话 你说我还是说这句话 谣言总是会有 但是对付谣言的方式 要追得上谣言 不是你老是去澄清 而是你本身要把它空间 把它压锁 这是必须做的 我们是包括各种新闻媒体 都应该起到这个作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